大家好,歡迎來到馬迷世界 星期六特別版國際賽馬 富惠保險賽馬日 和大家喝杯酒之餘 和大家說明天賽事 投注方式會在這個位置跟大家說一下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注意 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新手舊手都會在這裏 不是講提示的 這個環節 跟大家講一下投注策略 我對賽事的看法 都可以在我右手邊 訂閱這個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按下顆四星龍珠就可以了 明天有很多賽事 好像都是頂頭大熱賠率乏味 怎樣可以提升潛載匯報 最重要是不要被樂非黨打劫 經常都覺得好像剛剛世榮你貼一隻 再創相機 無限相機很冷 最後只有8.9倍都是冷 但被人落到飛隔 感覺不值 那唯有什麼呢 大家記不記得那次電信火箭 有八百多元 九百元的孖寶 可以防止他們落飛 怎樣做到呢 其實都是用同一招 記得了 還沒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記得試試 記住 譬如你自己在第六場 你看好 蔡宇漢是勇闖的 你覺得賠率乏味 怎麼搞 又覺得他又飛不到 大家都可以試用這些方法 譬如上四孖寶 其實這場很亂 不要覺得野田重擊一定贏 因為他畢竟都是杜江而來的一些外隊馬 他不是原生香港馬 上次是受惠地利 捕捉等等贏了 這次很可能會有些意想不到的馬爆出 如果你說 我也想著勇闖有頭二 看看都贏了 我不如試試用這個方法 對於投注者來說 都不是壞事 至於另外一種 譬如你覺得金槍六十更加沒有得飛 但是又覺得勇闖都可能是贏的 熱孖寶就搞不定 但是下一場你覺得 不是 我覺得日本馬可能自己不是一隻真的 有機會不行 不如就試一下 立心博個安慰獎 選擇這六隻 也是一個好選擇 因為就算勇謀堅被贏 那怎麼辦 也有個第二 安慰獎隨時好分 這條大熱兩個四孖寶 不一定派少過二十四元 所以亦都可以用這個方法 大家可以試一下這樣 一膽 沒有一膽 一隻射六隻 那都是六十元 那如果金槍六十都輸 那沒辦法 馬王都被你買斷 對不對 當然不是說一定會 但是 在投注它win的角度也不抵 之餘 不如就試一下這個方法 其實兩場不同的場次 都是所費無幾 都是百多元 那你就試一下 開完條飛 然後精神爽利 希望大家可以活用這些方法 好像我們說 有沒有活用到 用這些方法 就贏錢 好了 明天還有直播和銀子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頻道 後來還有介意非錢上經 千萬不要錯過 我們到時再見 拜拜